肾脏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,它的基本功能主要是生成尿液,以此来排出身体代谢产生的一些废物以及毒素。 所以说,肾健康的人,在保证人体健康方面,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,而能时刻地分辨自己肾脏的健康状况,对于我们养生与长寿,有一定的积极作用。 其实通过观察自身的一些细节表现,就能判断出我们的肾脏还处在健康状态。 如果您在早上起床的时候,能有下列这四个表现的话,就证明你的肾脏很健康,若是只占其中之一,那么你的肾脏也不会太差。 一,早起没有浮肿现象,人体内的水分主要是从肾脏代谢然后排出体外。 肾脏如果不健康,水分就会大量的积累在体内。 所以,早上如果没有出现水肿,眼皮浮肿,或者双腿双脚浮肿,那么就证明你的肾脏在正常日转。 二成尿清测泡沫上,早上起来,如果突然尿液泡沫变多,并且长时间不消失,说明是排出的尿液中蛋白质较多。 若要是尿液的颜色异常,呈现浓茶色,肾脏的代谢功能可能出现障碍。 反之,说明你的肾脏很健康。 三,早上起来精神十足,如果我们的肾脏出现了问题,身体里面代谢的废物,残渣都无法通过尿液的方式排出体外,这样就会出现精神不振,疲劳或者浑身没劲的症状。 相反,如果我们的肾脏健康,会感觉精力充沛。 四,早上起床皮肤光泽,由于现在年轻人的社会压力非常大,所以很多人会出现肾气摔腿等现象。 但是,如果早上起来皮肤看上去还很紧致,红润又光泽不显老,那就预示着你的肾脏很健康。 肾脏相当于人体的净水肌,可以产生很多帮助人体的激素,也能排出对人体有害的毒素。 但是肾脏也是相当脆弱的人体器官,所以掌握上数四个现象,可以及时地跟踪自己的肾脏健康状态。 第一时间掌握住肾脏的信息,从而能得到及时的控制与调理。 这对我们的养生旅长寿都有一定积极的作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